还有关心的是中国大陆强硬清零的政策 现在持续点燃人民的怒火 有抗议人士已经转向透过举白纸来表达他们的愤怒 这是路透社的报道 这波白纸革命烧进了中国传媒大学 跟北京清华大学等顶尖的学校 就有人拍到学生响应 而且表达对风控的无声抗议 大陆现在上海周日传出大规模的示威之后 民众也高喊习近平下台 警方火速出动大批的警力镇压 数名示威者被强压在地 甚至还被暴力拖行 一起来看当时的场面 从提供给您的画面上可以看到有多名远警进驻街头火速封锁示威民众聚集的 乌鲁木齐路 警方以人强方式驱赶示威者 而且现场有多名示威者高举白举 这疑似就是不满新疆乌鲁木齐因为防御政策 导致食人命丧火箍引爆的全境反弹声望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